台中辅居站不普及对于有需要的长者还有身上朋友而言并不便利 在企业基金会的赞助之下 最近社区辅居站将陆续成立 首站就落在丰原安康社会住宅 接下来还要预计要成立六处 可借缓也可以提供专业教学便利民众需求 由于电机机会代表跟自助企业共同的拿起看板 宣告丰原安康社会住宅的辅居站 正式成立 未来将结合原有的豪邻安康正服务 来新增辅居的租借跟教学服务 来照顾有需要的长辈 当您有辅居需求的时候 你可以到这边来借用 那基本上我们会免费让民众使用 那初期的话你可以用三个月为期 一期的一个使用方式 那如果需要再延期的话 那可以到六个月 长辈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呢 都是非常需要的一个协助他来行动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在觉得在这一块的我们来努力 来让他们改善他们这些的障碍空间呢 可以带给他们很大的帮助 基金会表示台中市老年人口大约有31万 而其中45岁以上的身心障碍人口比例 有将近7成 而这些族群对辅居都有迫切的需要 但在过去没有专业的教学跟实用服务 让他们走不出家门 因此在企业的资助下 伊甸基金会四年来投入府具站的设置 而丰原社会住宅是台中市社区的第一站 基金会表示 福具站除了租界外 还有教学服务 而除了安康社会住宅外 还会另外设立五处社区剧站 让台中市的社区长辈 都能够行得更安全更便利 这里将台中采访到